好 先前我们曾经为您报导过 有一群唐宝宝想要在台北市都会区 寻找一个庇护工厂 却被当地的社区居民拒绝 但是在花莲县的玉里镇呢 这里却有150位精神病患 顺利到社区的职场就业 成为一个成功的例子 而医院方面指出 如果社区民众可以敞开心胸 接纳这些病患 不但有助于减轻他们的症状 也可以降低复发的几率 大幅减少社会成本 60岁的程小姐 罹患精神分裂症已经二三十年 但过去在北部治疗期间 常常因为拒绝服药 导致病情不稳 进入医院不下数十次 后来被强制送到花莲玉里 接受精神复健治疗 现在每天都到自产自消的民厂 帮忙包装米和装箱 不仅可以自力更生 赚钱养活自己 病况也相当稳定 因为每个月有薪水 我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可以不补小补 还有就是从工作中 我们可以找到乐趣 还有这个工作是我们的生活重心 同样也是在狱里 接受精神复健的 还有黄小姐 她因为二十年前的一场车祸 导致她的右腿碎骨 走路行动不便 而且治疗期间 常被外人取笑 身心灵遭受严重创伤 因此罹患忧郁症 不过来到狱里 接受烹饪职能训练后 她变得不再钻牛脚尖 也终于让家中 上了年纪的父母 不再为她担心 出来到社区 可以跟社区的人见识见识 然后发挥自己的 以前有的一些才华 再来训练 不然的话 我怕自己越年纪 越来越退化 其实所谓社区精神复健 就是将精神病患的治疗情境 从医院延伸到社区 让治疗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目前容总预理分院 共有150位学员 分别到社区59个职场工作 包括烹饪 做面包 洗车 清洁 以及在地米包装等等工作 不仅有助于减轻症状 也可降低精神病患者 附发几率 之前请过的年轻人 一天100包米 他们一天400包 我吓到 后来为什么我才发现 他们就是你说什么 叫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认真去做 他们没有什么所谓的干扰 他们就很认真去帮你 执起一件事情 我们的这个玉里镇的 所有的居民 都对于我们的精神病友 其实都是非常和善 而且非常包容 愿意接纳 因为我们玉里人的心是最美的 荣总玉里分约表示 安排病患到社区职场就业 不仅可以让患者在工作中 得到自尊与成就感 增加自我认知能力 如果社区居民能够敞开心胸 接纳患者 反而更有助于精神病患复健 也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社会成本 记者赖水女徐启峰 花莲报道